大家好,華記8月4日報導 今天要講講一個人渣段崇智七宗罪 香港政府用了年薪七至八百萬 請他回來作辱英才 誰不知他就是作人前才 高薪厚職就作人前才,誤人子弟 為何我夠膽說這個部大校長段崇智是人渣 他有七宗罪 首先講講,屈穎妍都剛剛說了 段崇智主持校董會 逼校董成員舉手和他續約 在年紀才到期,現在又說續約 當然,新高良準 我們香港納稅人每一年 就要給80億給中文大學 俗稱暴大 因為他暴動的時候 有為數不少的學生都是暴徒 段崇智是黑箱作業 每個月有六至七十萬 有司機和房屋津貼 一年就罵政府最少八百萬 幾年間又幾千萬 現在又續幾年又幾千萬 只是段崇智如果這樣 如果這樣搞下去,就政府幾千萬 一個人工 看他續幾年 這是第一宗罪 就是黑箱作業 第二宗罪 大家看到他是一個改校徽 中大無端端閉門造居 改校徽 所以又花了一筆錢 又不知花了去哪裡 最後被民間反對 立法會反對 又不了了之 段崇智又不出來交代 你知道段崇智 其實就是香港政府 在美國那裏請回來的 基本上他應該都是拿美國護照 拿美國護照也不算你 第三宗罪 他在黑暴的時期 縱容黑暴 你知道 有些人困在這個教室那裏 然後又怕了學生 甚至乎在中文大學那裏 就在那個逼報板 公眾顯示屏裏面 就有一個動議 香港大麻合法化 這裏有三宗罪 縱容學生 哪裏有說大麻合法化 一踢他出口 沒有事 這是第三宗罪 第四宗罪 段崇智 在黑暴的期間 縱容黑暴縱到怎樣 第四宗罪 在這麼久的黑暴期間 他未開過校董會 沒有辦法解決中文大學的黑暴問題 基本上就是逃避 這是第四宗罪 第五宗罪 就是在吳奧雪 他說在新屋嶺被警察強姦 段崇智承諾下星期五會發聲明 譴責警方的性暴力 譴責警方的性暴力 大約六百個師生和校友出席 幾乎坐滿會場 有女學生哭訴 在新屋嶺拘留中心 受到警方性暴力對待 進去是任人預祝 他喜歡罵你就罵你 打你就罵你 性暴力就性暴力 你無得反抗 對話會在晚上九點幾結束 有一個很大型的 在中文大學的科 一起開會的時候 段崇智在台上 吳奧雪說在新屋嶺被幾多警察 被人脫下衣服立即就地 正法強姦 當時這個無腦的段崇智 一口就說 我一定要幫你出頭 警察這樣是不對的 喂 這樣就入了警察一槍 這裡五宗罪 第六宗罪是什麼呢 第六宗罪呢 他就是今天這兩天 就是會召喚段崇智出席 立法會的答問大會 其實應該用權力及特權法 應該拔他出來 問華 誰不知這傢伙 他就不出來 就被水潛了 現在周圍都找不到段崇智 究竟是會變的 他這個是逃避責任 基本上就不是學生可以做一個榜樣 因為他逃避現實 不夠膽去面對 這個就是第六宗罪 第七宗罪是什麼呢 做假醫生子 他不出席的原因 他就提供一些他沒有病的 找一些老友寫假醫生子 給他就提交給立法會 就說不舒服 每次叫你來立法會 都給假醫生子 你作為一個中文大學校長 你怎樣可以令學生 信服你們這個教育的體制 是值得人家可以學習和信任 連校長都會炸病 校長為了怕立法會議員質詢 他就弄一些假的病假子 然後就炸病不出來 喂 搞錯 你中文大學校長一年就 政府八百萬年生 在一個道德標準要求這麼高的情況下 你經常炸病 有沒有搞錯 所以在這裏來說 他這七宗罪不止 其實 但問題呢 先數著七宗 作為一個中文大學校長 一年鬥八百萬人工 你誤人子弟不得止 還樹立一個壞的榜樣 就教人們逃避責任 就給假的架子 然後不出席立法會的質詢 喂 好大問題 所以我本來都沒什麼心機說他 但問題呢 即是香港人用了八十億 是給中文大學 即是我們作育英才 誰不知 他就作人錢財 喂 段崇智 你作人錢財 一年就只有八百萬 還說中文大學要有自主的空間 一個問人拿錢的機構 你有什麼資格 有什麼資格做自主空間 我們香港人 納稅給政府 政府一年就給八十億給你 就在中文大學那裏 培育一些港獨的學生出來 遊行示威抗議 反政府推反中國共產黨 你這個報答校長居然是Qualify 每一年就如期準時出糧 約滿籌金 逐期逐期逐期再逐期 有沒有搞錯 一定是離譜了 都已經是搞到出執了 根本就是NAP水 對不對 或者你說他不是NAP水 能力不足 能力不足就換人 能力不足就換人 能力不足就先 我請你回來的 你CEO 你不Qualify 我就解僱你魷魚 沒有人解僱 自己壟斷後董會 全部都是自己人為威威 就是客相作業 這些人找廉署查 有沒有搞錯 是香港來的 有廉政公署 1970年也有廉政公署 所以這傢伙 我告訴你 你看他的樣子都很嚇人 不是人生谷徑 你看他的款式 成灰安都不夠他兇 你段崇祺的款式 像個老虎狗 容許我這麽值 我不是人生攻擊 只不過我們一年花了這麽多錢 被他拿了這麽多錢 他還用客相作業 這裏令到我們香港人氣憤 好 今天先說到這麽多 因為明早就要出席 半島酒店的廣座 六樓看口廳 所以今天早點睡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跟香港 放眼世界 尋找投資新機遇 我們這星期六日 歡迎大家來到半島酒店 六樓看口廳 一齊看看大阪賭場之後 究竟有什麽可以創造 被動收入財務自由的不同產投資 接下來星期六日見 多謝 大家好我是華記 直跟香港 放眼世界 尋找投資新機遇 歡迎這星期六日 來到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 六樓看口廳 WhatsApp報名查詢 97216618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去日本都是旅遊消費 洗錢 有沒有想過 我們去日本是賺錢的 怎樣可以去賺錢 未來幾年的旅遊消費 是全部在日本那裏賺回來的呢 今天立刻和大家介紹一個項目 全亞洲最佳旅遊城市 日本 東京大阪 在2013年 東京奧運效應開始 日本經濟反彈 2018年 旅遊人次超過3000萬 同年 我們開發東京鐵塔附近 高端民宿B&B項目 東京陽光大廈 日圓匯價創新低 六折買樓投資民宿機會 百年一遇千載難複 現在把握新機遇 日本 關西大阪交通匯聚 這裏 發展潛力巨大 大阪綜合賭場度假項目 蒙州 正式啟航 2025年舉辦世界博覽會 2029年 IR賭場綜合度假村開幕 賭場落成之後 將會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旅遊人數急劇上升 民宿需求大增 現在為大家帶來 大阪最新投資機遇 高端民宿新項目 世紀陽光大廈 位於大阪中央區 鄰近深齋橋 旁邊有櫻花陽光大廈 大阪陽光大廈 大廈坐落於大阪市中心 中央區鄰近 杜頓鎖南坡深齋橋 梅田長掘橋站 天門宮松屋丁站 大阪城 天王寺通天閣黑門市場 十二分鐘報行至深齋橋購物街 十分鐘報行至杜頓鎖跑跑人地標 這裏每一晚可以租到800至1000元的港幣 而房價大概由230萬港幣起 回報可以說十分吸引 機會來了 接下來在8月18日 我們就會隆重登場 正式發售世紀陽光大廈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Whatsapp 加852-9721-6618 多謝大家支持 在昨天一世紀遊閒快樂 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 酒井發寺歡迎大家來日本 旅居置業享受高品質生活 皆様,ようこそ日本へ